網紅媽陪女兒 罐頭公園玩五分鐘就膩 我覺得現在公園的郵具 可能對一兩歲的小朋友來講 是很OK的 可是像中班的小朋友 他可能會覺得很無聊 他可能玩個五分鐘十分鐘 就會跟我說媽咪這個好無聊 我們可不可以去別的地方玩 有1586萬點閱的部落客妞媽 常在網路分享育兒心得 他常帶四歲女兒妞妞去公園玩 因為他發現妞妞比較沒自信 你上次是跟媽咪說你想再去 講了就可以再去喔 你說我想再去玩 對 因為我女兒他會比較害羞一點 我們去一般的公園的時候 他以前大概在兩歲的時候 他會不敢溜滑梯 有時候他很想要溜 可是他看到後面有其他小朋友在 他就放棄了 為培養孩子自信 他帶妞妞去許多公園玩耍 才發現大部分都是罐頭公園 妞妞根本不喜歡 一般公園的那個 郵具設計比較簡單 比較安全 可是相對對四歲的小朋友來講 是比較沒有挑戰性的 他就是一個反射性的動作 就溜滑梯就溜下來 當他今天去挑戰一個 他覺得有難度 就是有困難的一個活動之後 他會變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我們長期來一直就是帶他出去 外面走走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然後去一些公園玩 其實他變得很有自信